來 關心天氣 中午前後出外出的話 北部東半部地區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帶個語句了 因為今天東北季風增強 外加有水氣移入 因此今天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都有一些零星短暫陣雨 但是在新竹以南地區 今天都還是晴朗的 而且晨間同樣還是有出現浮射冷卻 像是在足苗 低溫就只有在7度8度左右 而在中午的高溫 高雄的內門則是飆到了29度 所以這個南北的溫差 也是相當的明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降雨區域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注意 包含了基隆北韓地區 新北市的山區 以及宜蘭地區 還有花蓮 今天都是主要的降雨區域 今天早晚都會有一些 局部的短暫陣雨 入月之後東半部的迎風面 都還是有一些零星陣雨的機會 那隨著東北季風增強 沿海地區都還是有些強陣風 那包含了在西半部地區 也會有8到9級陣風的機會 不過在空氣品質方面 並沒有因為風速增強 而明顯的改善 尤其在雲家南地區 今天還是持續亮紅燈 敏感族群 記得外出還是要戴口罩備用 下午詳細預測提供給你 我們下午後 我們下午餐 不下午餐 跟我們下午餐 我們下午餐 在 下午餐 有的 我們下午餐 發生 下午餐